艺人和红豆煮成水来喝水 而不是吃它的 就是吃那个链 因为那个艺人汤和红豆汤 终究来说它跟米饭一样 都是淀粉 所以如果说你喝的是艺人水和红豆水 你会瘦得很快 因为它会除湿 沥尿 还可以去让皮肤非常棒 像艺人本身它有个好处是 它本身就是在去斑美白的 所以我们如果喝了艺人水和红豆水 你会瘦 那冬瓜我们通常怎么吃呢 冬瓜连皮去切块去煮水喝 那冬瓜就可以吃了 因为在中医来说 冬瓜连皮去煮浆 可以去除肥满 所谓肥满的话 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大量使用和滥用 肥满肥气 就是你下半身肥胖有水种 所以这冬瓜其实比减肥药还要好的 那现在因为我在会场上 其实我有看到有几个小女生 她是属于虚热型的 所谓虚热型就是上半身肥胖 她的肩膀会特别厚实 肩膀厚实的人会怎么样 其实她有点类似男生的三角肩 那三角肩的话 她必须要她的肩膀厚实 能够瘦下来的话 因为这个地方 手背 其实肚子很好捡 大腿很好捡 手背非常难捡 对女生来说 所以像 白白秀啊 蝴蝶秀这东西就变成比较麻烦的话 你要吃山楂 麦芽 还有绝菱子 它这种除了沥水之外 它可以消除脂肪 因为我们的白白肉 或是蝴蝶秀这边 它是最难捡的 然后第三个是 我们最担心的是 越减越肥心的 刚才我再跟黄经理 就是西方文化 房积系学 黄经理说到 就是为什么会越减越肥呢 因为我已经从事减肥十多年了 所以减肥会有溜溜球效应 我第一次减很容易 第二次减也算容易 可是随着我已经减 我减肥成功十年的时候 我会发现每次减就越难减 因为第一个是脂肪会有激心 而且你越吃越少 胃能代谢会越慢 所以你的荷尔蒙 在年纪越大慢慢减少 然后新的代谢也慢的话 其实会在越减越肥 或吸空气会胖 喝水会胖的时候 我们就要多加什么 多加运动了 解释一下好了 如果大家对我的减肥有兴趣的话 就是我的减肥是零运动 我到现在没有运动习惯 但是我使用睡得很饱 和断食疗法 那我待会会解释一下断食疗法 不难也不是很累的方法 那这个地方是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解释一下这里 就是如果你在要减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你的体力会差 因为热量会减少很多 你的精神体力会不好 甚至像我 我每天像昨天 我是从早上八点半 上班到十点半 好那我这样怎么去断食 我断食手脚发软 但我昏倒在病人怀疑怎么办 而且我又喜欢 我的个性是喜欢上班 要装我的精神很好 所以我必须用我的热量够 所以我在热量够的时候 我必须让我的热量和整个 精神那些是维持的 手脚不发软 又精神很好 头脑又能开腰 又不能开错腰 所以其实我有时候 就会按这个叫肾书或肾鱼穴 肾鱼穴很简单 就是你从你的肚脐 你看 就是你在肚脐 你把手插腰 其实插腰之后 这地方就是肾鱼穴 脊椎在中正中央 膀胎寸半这里 肾鱼穴它本身 对于男生的强筋壮扬 或女生的肾虚不韵 或是月筋不调 立水空筋 效果都很好 那为什么强调肾鱼穴是 不能把减肥放底 健康要放底 健康要放底 所以肾鱼穴本身 对于女生男生 那个精气神来说 它会有保养作用的 然后肾鱼穴我们会 接下来强调一个叫 关圆穴 肚脐下四指横幅 就是三寸 这地方有关圆穴 大部分的中医师都说 这是把元气关起来 其实并不是 元气不只是关在这里 关是什么 我像万里常常有家喻关吗 什么关 然后或者说一夫当关 万夫莫敌 关这东西是重要的意思 关圆穴是非常重要元气汇聚所在 所以关圆穴是在肚脐下 四指横幅的三寸地方 所以我会把肾鱼穴和关圆穴 去做针灸或是做一个治疗 如果说你在家里的话 其实肾鱼穴两边 或是你用葛葱 浆或是暗夜 去虚这肚脐下方关圆穴 对于整个 所以我会把肾鱼穴和关圆穴 对于整个肾鱼穴和关圆穴 对于整个肾鱼穴和关圆穴 来一下 右几个肾鱼穴